夫妻买房到底要登记谁呢 律师提醒小心哦 农期秘义的时候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真的反目成仇 小心离婚 很可能人才两失 要怎么样不要家偶变怨 苏律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好不容易苏律师年底 其实很忙的 今天再度的邀请您 这个案例到底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女方一直要求 要登记在自己名下 好这个案例是这样 这个两个人他们要结婚 结婚的时候他就想说 要结婚买房子对不对 买房子的时候 那现在年轻人是AA字 你AA我AA的意思说 你赚的我们大家一起买嘛 所以不管是投期款 一起出 然后现在开始投期款出 要贷款也要自己 你要出一半我要出一半 AA字嘛对不对 那在我们房子买了之后 还要做什么 装潢 装潢 那你要一半 我本来说都是我住 合理 所以都要AA字 还买家具都要AA字 那这时候AA字 我们都讲好了 你一半 到我一半 那接下来 那房子登记谁名字 登记我的名字 怎么这样 我没有安全感 如果你去外面花天酒地的话 那到时候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养家 这个女孩子就说没有安全感 那可能问题是 什么叫安全感 那男生说 都登记在你名字 我出一半钱 你出一半钱 登记你名字 换我没有安全感 会不会这样子 那女生说不对不对 她只会想说 不对 我坚持 我一定要登记在我的名字 因为我没有安全感 那我常看到在案例里面 那很多人 很多女孩子都会这样想 那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我们的思维逻辑是什么 情理法 我的感觉没有 我的感觉没有安全感 那到底那今天我们要讨论 我的感觉没有安全感 到底会带来幸福吗 我教各位怎么样幸福 幸福的逻辑方程是什么 是法理情 从法律里面 法理情 以前他说我要情理法 因为我们要安全感 安全感就是 安全感就是我的感觉 感觉你怎么说服人家 你没办法说服人家 你自己也不会有感觉到 什么叫温暖 那我现在用法理情的逻辑 今天用法理情的逻辑思维 来让这个案例 你们变怨偶变家偶 可是法律里面没有去规范说 安全感这件事情 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把回到这个案例里面 你看没有规定 我让你知道怎么样是有安全感的 好 今天法律那就问啊 你出一半我出一半 请问一下 法律有没有规定要跟进给你 没有 他就说你找出法律条文啊 没有啊对不对 那你凭什么叫我跟进给你 他就吵架有没有 会吵架 那我们先来想 那到底法律有没有规定 来我帮你想出一条 有法律有规定 有规定什么你知道 这不是规定给女生 是这样 不是不是这个规定 是AA制的规定 今天买房子 买房子是什么 买房子谁规定 买房子是我们两个买房子的话 如果今天买卖契约的人 是我签 我去签买卖契约的人 那是我决定登记在谁名下 是这个法律规定 所以你去签的 你可以规定 这个房子是要登记在谁的名下 对对对 所以今天法律规定 你看我猜姐 要跳出整个逻辑思维 我们在讲登记的时候 不能讲感情 要先讲法 讲感情就先阿娃登记登记 你就忘记我们在谈什么事情了 其实先讲法 法律规定 今天我去跟人家签 我去买房子 那请问合同里面 合约里面是 苏嘉宏签约买方 那请问谁可以决定登记者 买方啊 法律规定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 除非你的买卖契约是我们两个的话 是我们两个一起 一起就要一起决定 就要一起去决定 谁是登记者 否则签的那个人就有权利决定 对对 所以你有时候 你看你要知道法律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撬门在哪里 所以签约的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重要 他有决定权 他有决定权 所以今天反而是不是从感情的角度出发 从法律角度 对 如果今天是谁签约谁有决定权 那再第二个 实际上签约了你没钱付 那怎么 这约你还以为约 对不对 再讲拳头大 谁输的钱大 对不对 那两个一样大 对 法律上钱都出的一样大 所以原则上一起签约 一起出钱 那应该什么 一起登记 这是法律的原则 所以为什么要 让大家先从法律的了解说原来原则这样原则不是说我的感觉就全世界不能啊 我们现在要变两个人世界里面先懂得法理情 所以今天我们头期款 是头期款房贷 装潢家具 全部都是AA制 每人都出一半 所以在法律的规定 应该是两个人都登记 是最公平 而且权利也是对等 对不对 因为签约一起签的话 那钱一起付 那就是对等 那所以今天 那女方为什么说要安全感 有没有道理 其实女方安全感有一点道理 我要跟各位讲 今天如果这个房子是两个人共有的时候 那如果说今天 他说那对啊 照女方来讲 安全感 那安全感是什么呢 因为今天女方会担心一件事情 我出的钱之后 今天如果男生摆烂 欠钱 不付房贷 不付房贷就摆烂 对不对 房子拿去抵押 赌博 赌博欠钱 回来扣到一半 那我房子怎么办 对不对 那第三个离家不回 或者是要吵离婚的时候 哎呦 我住在两个人一半的房子里面 他会 你心里不安 所以这不安全感来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女生有道理 所以我可以感觉到女生的有道理 那接下来说 那我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 对不对 难道要照 照这个男方的讲法吗 那请问一下 那AA字 那有什么样的好处跟坏处 我觉得是大家要理解这个状况 那好处就是看起来是一人一半 可是坏处确实女生 不安全展在这边 那我们再想个问题是 那如果今天就照女方的登记 就是全部这个登记给女方 那到底有什么好处 对他有什么保障 好 第一个好处就是 他付了一半的钱 可是可以掌握全局 你看女生出了一半钱 可是因为登记在女方名下之后 他可以掌握全局 所以他如果他安要去保 要把这个房子拿去抵押 没办法 因为在女方名下 所以女方就有安全感 安定感 对不对 所以女方因为登记在女方名下 虽然男方出一半 女方出一半 可是登记在他就有安全感 他可以掌握全局 如果说不缴房贷什么 没关系他缴 可是为什么 那房子是我的名字 我也不用怕 对不对 也不可能 他欠债 也不可能去扣押这房子 所以女方会相对的安全 那如果女方真的 男方没有听这个这集话 女方可以跟男生讲 那这样在我名下有好处 而且夫妻财产是不是共有的 对 是共有的吗 当然 是吗 是 听起来是 其实并不是共有 他有一个玄机的 今天要各位讲 女方今天如果登记在女方名下 对女方有好处 那男方可不可以说 这一半是我的 未来假设说要离婚要分 我这房子分一半 是不是这样 不是 为什么呢 不是 我们看一下法律条文 这个法律条文告诉我们说 今天如果说法定财产关系消灭 就是要离婚 或今天要分财产状况的时候 他现存现在有的婚后产产 就现在现存的婚后财产 扣掉债务之后 如果有剩下的差额 的差额应该平均分配 这个房子是一千万 对一千万 然后婚后现存 现存如果今天财产 他们贷款利息都出完了 就是一千万 登记在女方名下 但是他现在说扣除婚姻 程序的负债之后 如果负债也没有 都是零 假设都没有负债了 就他们财产就是一千万 那个就是那个房子 就是登记在女方名下 男生是零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现存婚后财 就是这个房子 都是登记在女方名下 那扣掉债务都扣掉 那就只有个房子了 那差额就是男方是零 女方是一千 所以怎么样 女方要给男方五百万 五百万 那记得喔 这个你说那律师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 是给她什么 钱不是给她房子 所以她可以把她赶出去 然后给她五百万 就要赶出去 对 所以女方为什么会有安全感是 因为登记在这个名字 房子登记在女方名下的时候 女方就说这是我登记的房子 那如果今天真的大家要吵架 要真的要离婚的时候 不好意思喔 那你走 我给你五百万 你走 是这个意思 所以法律条文的时候 所以大家都以为说 共有那房子一人一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以后房子要拆一半给我 不是这样子 是什么 是算出来的钱 要补偿一半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 女方为什么可以 有这安全感的来源 那接下来就是说 那我们也要 方男方来找想一下 讲两话 回到最后一个 就今天要买房子 律师那到底要登记 我们讲的这个老半天 对不对 先从女方的想法 A制作 那这样有安全感 我也分析 安全感是什么 安全感就是如果掌控权 如果掌控权的时候 就可以完整取得 那么接下来 我们登记民意 我还是要回到一个原则 今天我们讲这是为什么 我们是为了幸福 我们不是为了分产 对不对 我们讲这个分产 就太 就不是我的目的 既然是幸福的时候 如果今天我们来 反而这样想 在法律上规定 法理情的思维 今天男女各二分之一 出二分之一 依照合理公平怎么样 应该AA制叫最公平 在法律上公平 所以今天如果这个男生 愿意 愿意要追听 他愿意把这个房子登记给老婆 女方要怎么感觉 因为法律上女方 其实只有登记一半 现在男方愿意登记给你 表示什么 女方感觉什么 被爱 有没有 真的啊 他男方出一半 女方出一半 所以什么 他应该感觉 比法律上还好 所以这时候女方 有掌控权 安全感的时候 那男方日子会比较好过 日子比较好过 好 那可是我要帮男方讲 如果今天 那日子比较好过 那我也不能让男方真的损失 所以今天在 既然我登记在女方名下 我们都AA制 我出一半 你出一半 可是登记在你名下 我们就要写一个夫妻财产协议 说 确保说 你也不能够 这个一半是我的 你也不能够乱卖 对不对 后乱处理 这样取得一个平衡 所以如果老婆 我就是说 哎呦 这样子我就真的没有安全感 那老公也疼老婆 我疼老婆 我就给你 要去弥补你的安全感的话 就登记我的名字 但是男生也要安全感 就签这个 协议 再签 跟这个买卖双方 签了这个交易协议之后 另外再去签一个夫妻财产协议 里面讲说 我不能自己去把这个房子卖掉 我要经过你的同意 对对对 或者说今天你担心的话 就把它做 男方要做信托 虽然登记在你名下 信托起来说 用的时候是大家一起用 你不能够乱用 或者做一些预告登记 女方不能乱用 预告登记是什么 预告登记说 今天你不能乱卖 例如说 未来这个房子 登记在你名下 预告登记说 你其实未来会赠予给我 那所以说这个 万一你要去卖的时候 人家会看到 哎呦有个登记啊 你是这个未来先生 有点权利的 OK 所以这里虽然是登记 所有人在女方 但是这个又在这个 保护 保护 OK 所以不管你 这个要去哪里登记 这个 这个通常是律师 会协助大家去写的 所以律师就是 第三方的公证人 对可以做这样 财产的协议 那这个呢 预告登记就要去 地震机关去做登记 做处理 那信托合约的话 那当然就要看 是要找 是不是找银行 律师会协助 做信托合约的拟定 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多讲一些信托部分 所以不管 我们为了幸福 不管登记名义 要登记女方 或是登记男方 或是二分之一 其实都可以用 这样的方法去平衡 平衡彼此的感觉 因为我们最重要是什么 法理情嘛 对不对 从法律上看 哎呀原来我如果今天 一半一半合理 所以我们也可以要幸福 最重要是要幸福 那如果说今天要给女方 女方感觉是 哎呀你看男生这么爱你 互相彼此再做一些调整 那爱就会流动 所以是最重要的 太清楚了 谢谢苏律师 请先回座了 所以就像苏律师讲的 我们不是说要让你们说 到时候离婚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是希望 有这样的前提在 你们夫妻感情 能够跟幸福的美满 好同样房地产的一个议题 稍后我们要告诉你 现在好多长辈 就像我自己 也想说我年纪这么大了 总要留东西给我的小孩吧 有的人早早就把资产 都留给小孩了 有一个老翁 留了上千万的房子 给他的儿子 后来儿子竟然弃养他了 结果呢 这爸爸就说 这么的不孝 我要把房子拿回来 但是却告诉了儿子 怎么样避免被弃养 养老防儿 还是养儿防老 休息一下这个案例 所以是一个人 Moti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DER